想了解唱歌变好听所需要学习的知识 如果想要唱歌变好听 我们就要先知道什么是好听的歌声 歌声基本上可以分两个区块 一个是诠释 一个是技巧 技巧这件事情就是比方说你的音色是怎么样的 然后你的音准节奏唱的怎么样 这些是比较属于技巧的部分 诠释的部分就是你对这首歌理解之后 你能不能透过唱歌去表现出这样子 你自己的理解给大家 那这个诠释通常会透过音色的控制 以及音量的变化去做到这件事情 当然还有一些grooving 什么之类的 那基本上是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 比如说我刚刚有说到音色 那刚刚技术这边跟诠释这边 我都有提到音色这件事情的原因 是因为音色它是你的一个工具 所以你要在技术这一块学会各式各样的音色 它就会是你的一个工具 但你必须要在诠释这边决定你要用哪一个工具 这就会之所以有些歌手他唱歌 就听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但是听起来就是很好听的原因 因为他选择的音色是让人家可以完全 进入他想要表达的那诠释的感觉 所以基本上就是技巧加上诠释 这两个分开来去训练去学习